欢迎来到Tango for Health 2023 我是少奇 今天我们要带领大家 一起来玩玩纸招带系列的床椅拼贴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睡使用的材料 里面会有我们自己会使用的空白笛纸 以及里面会有一张比较大的植物贴纸 还有硫酸纸 硫酸纸可能有烫金跟烫银 那你拿其中随便一张都可以 还有我们的橡片角 茶色鼻鼓 红纸胶 所有的笔具以及我们的纸胶带 那我们的纸胶带是随意分配的 所以有可能是拿到的这一款 也有可能是拿到这一款 我们都拿出来使用即可 另外手边还会需要的部分 是我们的自备工具 自备工具有剪刀、刀片及切割垫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玩玩我们的创意拼贴咯 接下来呢我们先将桌面清空 拿出我们的刀片以及切割垫 以及我们的纸胶带即可 那首先呢我们先将纸胶带撕开 贴在我们切割垫上 算着剩下的空间呢我们将它切割下来 或者是你用剪刀剪开也可以 剪成一段 那因为我们会有两款不同的纸胶带 我这边会示范给大家看看 除了直接贴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做一些不同的运用 那我们拿刀片的时候呢 稍微斜一点 顺着呢我们纸胶带上面的图样 将外轮廓呢轻轻的画一下 有点像我们拿笔画图的感觉 那像因为前面部分呢比较不好画 你可以转过来 顺着将它切断 就如同我们转动我们的纸砖一样 我们顺着每一个的边边轻轻的将轮廓 轻化 不用太担心说我是不是一定要切得非常的仔细 因为我们的边缘呢 因为我们的边缘呢它是半透明的 因为我们的边缘呢它是半透明的 就算呢你画的没有非常的贴合 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切完之后呢轻轻的挑起来 那前面没有断的部分你可以稍微再压一下 我们可以顺着它慢慢的拉起来 我们用曲型的方式呢 将纸交在中间的图样取下来 黑色的部分也一样 黑色部分呢也可以像 刚刚那样的方式我们可以一颗一颗的 沿着它的边缘 记得随时转动 顺着它 慢慢的将框画出来 指胶带比较薄 所以其实轻化呢它就可以将它的外框呢 画出一条线 无论你是用笔刀或是刀片都可以 那请记得小心 切完之后呢我们用刚刚的方式 将旁边呢黑边先慢慢的挑起来 我们可以拉着它 透过刀片的辅助稍微压一下 慢慢的呢将我们里面的片段呢 取出来 那黑色的部分呢 另外还有一个切割的方式呢 不见得需要一个一个 你可以沿着它的外围 大概的 顺着它的外围做切割 顺着它的外围做切割 那一样把旁边的挑起来撕掉即可 两种方式呢都可以使用 这样子呢我们的前置作业 就用这样的方式呢慢慢的完成 那因为每个人呢手边拿的纸胶带呢 并不是相同的 所以拿着你是手边的纸胶带 先在你们的切割垫上面呢多贴几条 然后慢慢重复我们刚刚的动作 一样就是一次一个慢慢的进行 那切割完之后呢 我们前置作业就会像这样子 或者是像这样子 先将我们的前置作业做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来进行我们纸面上的创作 接下来呢我们要拿出需要的底纸 壁住纸砖以及我们的 材料包里面有的笔具 首先呢邀请大家呢 稍微轻松舒适的坐在你的座位上 简单的调整你的呼吸 心中想着一个感谢的事情 那我要在这边呢 感谢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一起分享 直交代系列的一些运用 那接着呢我们要拿出呢 首先先拿出我们的茶色壁住纸砖 翻开它的正面 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字小卡 这个文字小卡呢 可以是正的或是斜的 无论你写在哪里都可以 那我们取出呢铅笔 今天呢我想要稍微写一点 所以拿用铅笔呢 轻轻的在上面做一个按线做记号 另外呢拿出我们的黑笔 你可以在上面写上你自己想要的文字 那我这边呢 简单的用我们的pnb 写上 hollo的字眼 你要写中文英文都可以 照自己的喜欢即可 那接下来呢我要换的是浅灰色的好了 深灰色的带正笔 那我可以在这个的边框呢做一些光环 顺着纸张 顺着纸张 加上一些小珍珠做装饰 你也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一些图样 或者呢自己喜欢的元素笔画 这样子简单的文字小卡就完成了 那你也可以做一些阴影的设计 或者是呢加入一些其他的图样做装饰都可以 那我们把文字小卡先放旁边 接着呢拿出我们的笔纸 这张空白笔纸呢我们今天要用的是 浅灰色的带正笔来使用 那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一个背景的创作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呢 我们要画在哪里 那接着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图样呢 是Aquizen 这个的图样中的名称叫做妮身 它是Maria呢在书写英文书法的时候呢 常常做的装饰线 然后发想而来的一个图样 它就是一个非常有韵律的图样 你可以从任一个角落 算着做交叉的弧线 如果没有办法连续比换也没关系 你可以随时的停笔 转动我们笔纸的方向 也可以呢改变这个图样的方向 用这样子呢 来回的弧线 任意的在笔纸上做创作 你也可以在尾端呢 随意的加弧线或者是做一个加重 做结尾 其他空白的地方也可以呢 重复这样的动作 随意的在笔纸上 任一个方向 转动我们的笔纸 转动我们的笔纸 找一个自己 想要的地方慢慢的开始 简单的画上 几个我们拟生的图样 这样呢笔纸我们就简单的画完咯 笔纸画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会用到的是我们刚刚呢 开始之前的前置作业 有做了一些纸胶带的取行 那也会需要我们的刀片 或者是我们的剪刀 那我们取行完的纸胶带呢 它其实会有蛮多种运用的方式 在那边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纸胶带我们除了直接贴之外呢 取行之后呢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拼贴 或者像花型的 或是流动型的 或是放射状的都可以 那如果你拿到的是黑色纸胶带也一样 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呢 一样直接贴 或者像我们刚刚去掉边的部分呢 也可以让它直接贴起来 或者是散落的 或者是流动的 或者是绽放的 我们用这几个方式呢 来做我们的笔纸的运用 那我们贴在我们的 切割钉上的纸胶带 取行完之后呢 你可以透过刀片 记得尖缝的部分朝外面 免得伤到自己 我们可以稍微挑一下 纸胶带旁边 就可以顺着将我们纸胶带取下来 那可以任意的贴在我们的纸胶带上面 那我现在呢 想要在旁边呢 先加几条 长的纸胶带 你可以用剪刀稍微把半边去掉 因为我们在做笔纸的创作 什么方式都可以 它没有错误 只要你喜欢就可以了 旁边多余的部分呢 那我会翻到背面来 可以透过呢 切割钉跟刀片 将多余的纸胶带呢 切掉 或者是你也可以运用剪刀 将多余的纸胶带呢 剪掉也可以 依自己呢 顺手的方式进行就可以了 好 相同的方式 我们顺着呢 用刀片 勾起我们的纸胶带 可以 随意的 在我们的地址上呢 做摆放 那我们现在做的是 背景的设计 所以它有非常多种 组合的方式 你不见得需要跟我相同 找一个你喜欢的方式来进行就可以了 贴到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也可以举起比较距离 稍微看一看 诶 那我觉得下面比较空 我也可以呢 将纸胶带呢 延伸到下面来 要稍微注意的是呢 因为我们呢 纸胶带呢 是先贴在 切割垫上 再取下来 所以呢 我们在二次贴 黏贴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大家 操作之前呢 手要干净 不要擦护手霜 护手霜会影响到 我们的纸胶带的粘性 那个纸胶带的粘性 在拼贴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呢 你想要铜花色的纸胶带 或者是呢 像我这样子随意的组合都可以 他没有一定的规矩 稍微看一看 我觉得差不多了呢 那我就 拿起来 将旁边多余的纸胶带呢 反过来切掉 因为我们的底纸呢 稍微有一点厚度 所以你可以让刀片呢 沿着我们的 底纸边边轻化 纸胶带它就可以 很轻松的 切割下来 用刀片的时候 请记得小心 稍微轻压一下底纸 然后顺着 底纸边边呢 轻化一下 这样子呢 简单的拼贴就可以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拿的是我们手边剩余的材料 会有我们的 硫酸纸 大型贴纸 这是 刚刚自制的 文字小卡 以及我们会需要我们的粘贴工具 这是滚轮胶 那首先我们会使用到的是我们的硫酸纸 那硫酸纸本身呢 呃 贴法也是随意 你可以整张贴起来 那有的可能是直式或是横式 以你手边有的硫酸纸来不做进行即可 那我这边呢 我想要的是呢 稍微呢 撕一下我们的 硫酸纸 那我在撕的时候 其实是不规则的 稍微左右的撕 我想让它呈现呢 不规则的一些形状 那你可以顺着你自己本身 有的纸 随意的 你要放这边或放这边都可以 我们可以稍微撕个几段再做决定 这个部分呢 我可以看一下 好 可以贴在中间 稍微拔一下 你自己想要的感觉 是不是你想要的 或者说可以倒过来 放在下面 这样组合也可以 尤其是我们的硫酸纸本身是半透明的 它会呈现一个若隐若现的效果 好 那如果你决定之后呢 我们就翻到背面来 用我们的滚轮胶 这样子可能大家比较看得清楚 稍微滑动一下 有看到上面呢 它会有滚轮胶的一个痕迹 再把它粘贴到我们的上面来 那我想要再比较 往下面一点的空间好了 轻轻的摆放上去 手顺一下 滚轮胶的好处是 不用再撕后面的背胶的离性脂 所以呢 组合起来呢 比较方便一点 好 简单的粘上 记得手稍微压一下 那我们也可以呢 拿出我们刚刚剩余的纸胶带 你会发现呢 那我们在贴了离性脂之后呢 上面呢我们取行的纸胶带呢 它会变得比较 呈现半透明的状态 那我们也可以呢 受过我们剩下的纸胶带呢 做一些 层叠的方式 一样呢 我们将它挑起来之后呢 像这样子 我可以重复粘贴上去 顺着它 它就有不同的线条效果 你可以呢 选择呢就是将部分的 流钻纸上呢 做一些颜色的加强 那也可以呢 整个忽略它 不做处理也是可以的 它有不同的视觉效果 这个呢都是我们在创作 底纸的时候呢 可以自行选择的一些方式 有两种不同的效果 可以自行应用 稍微贴一下 就算没有完全对齐 也没有关系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拿出 我们刚刚的那个大型贴纸 以及我们自制的文字小卡 你可以稍微呢 选择一下你想要摆放的位置 可能可以看不同的方向 直视或横式都可以 可以选择你一个想要的方向 今天这个贴纸其实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我想要把它创作成两张 所以我可以选择呢 将这一段 特别取下来 可以透过我们的剪刀 简单的顺着它 剪下来 那我可以把它摆在这边 做个装饰 那这边多余的 我也可以稍微顺一下 让它比较多的部分 透明片稍微修掉一些 那这样子一片 我就可以当两片使用 你也可以选择一片呢 直接贴上去 今天想要做这样子的 这样子也可以 或者是呢 你也可以用这样的这个方向 做这样子的粘贴也可以 所以它组合非常的多元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大概决定说要这样子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拿出其中一段我们的贴纸 这个贴纸本身透明片是有背胶的 那你可以用手拨的方式拨开背胶 如果不好拨的话 有另外一个小方法就是 你可以先撕一小段的纸胶带 我们贴在贴纸的正上方 然后透过它的帮助呢 慢慢的将后面的背胶撕开 它是一个透明的离形纸 那我不建议大家一口气将所有的背胶撕开 我们先撕一段落之后呢 稍微固定一下 那这个方式呢 是让我们比较好方便呢 去选择我们要贴的地方 我在移动的时候呢 比较会呢 不小心的贴错 可以挑一下我想要的位置 看一下 这个位置比较OK 好 那等超过确定的时候呢 我再将前面有胶的部分固定 再将我后面剩下的 离形纸撕开 这样的方式呢 比较不容易贴错 因为在撕下来时会影响到你自己本身 底纸的创作 同样的方式 另外一面也是一样 如果不好撕的话 你可以选择跟我一样 就是在正面先贴一段纸胶带 再撥开 后面的 那因为这段比较小 你可以考虑一下 稍微看一下你要的位置 也可以像我刚那样子 离形纸稍微撕一半 对准是想要的位置之后 好 今天在这里好了 好 轻轻的把它压下去 再慢慢的将 我们的纸胶带撕下来 多余的部分呢 一样我们反过来 用刀片 透过我们 底纸本身 有一个厚度 轻轻的顺着它 轻化 就可以切割下来 那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小卡放在上面 就算这样子 你也可以选择一下 你想要摆放的位置 无论是直的或横的 都是很好的选择 其实 这样子也不错 今天就这样吧 拿起我们的生活小卡 套在我们的相片脚上 你可以选择两个 两边或者是四边都可以 直接用两边 简单的放在我想要放的位置上 轻压 那你也可以选择在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 嗯 签上我们的签名式 那这样子我们今天的 这张小卡 创意小卡就完成了 如果你拿的是黑色的纸胶带 你可以像我们刚刚那样子 相同的方式 我们可以在边边呢 你可以透过没有切割的 或像我这个是用切割过后的纸胶带 做线条的切割 黏贴之后呢 再将那个小小的 一个一个的慢慢的散落 流动的方式 随意的排列在我们的地址上 那一样的方式呢 你也可以用散 散落的方式来进行 或者呢 是像这样子 你也可以不要有边条的 就随意的散落 像这边呢 我并没有在层叠在上面 它就完全是半透明的状态 若隐若现的 那另外呢 因为每个人的 流酸纸呢 可能有的有边框 有的没边框 那我这张是有边框的 我就刻意呢 将我的边框稍微柔化一下 角落的部分稍微去掉 随意的拼贴 它感觉像是有点放大的 然后剥落的粘贴 那彩色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呢 不见得要做大的贴纸的剪贴 也可以用一根的方式 直接把它粘贴在上面 这个是绽放型的方式的粘贴 那这个呢 是随意的粘贴 每种方式都很好 它有非常多的组合 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 或者是不同的尝试 来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 这一个是我们 纸胶带系列的创意拼贴 希望大家也会喜欢 很感谢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 这样的纸胶带运用 希望大家在线上玩得愉快 我们下回见 拜拜